陈茂波的说法直接令人质疑他作为财政司司长的能力, 简单讲新加坡赢香港不是赢在股市, 香港股市亦不是香港金融中心地位最重要角色, 这完全陈茂波错得离大谱, 股市当然是香港金融体系其中一个重要部份, 股市本身的活跃程度,股市本身的集资能力, 或者股市本身对国际资金的吸引力, 都是国际金融中心其中一个factor, 但人家新加坡赢得你, 即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所有factor, 即是所有判断的因素当中, 它整体上赢你, 你现在只是陈茂波做些甚麽呢, 就好像街市司拉那样, 当然司拉都无用,我都不知讲甚麽, 简单讲他们觉得我不睡巢我就无输, 我就在整堆大家评分当中, 我拿最高分和你最低分的拿出来讲, 其实总体分数是输人, 输给人就输给人, 你无得拿其中一个因素出来讲, 我觉得我赢他, 如果你说这样讲, 你更加陈茂波或金融管理局, 要值得去三思, 或值得动股财物想清楚, 原因是有一个大陆企业, Nio, 我记不出新能源汽车的中文名称, 他去了新加坡上市, 他去新加坡上市的原因, 因为他觉得在新加坡上市集资, 是对他家公司更有利, 即是说一个私人企业, 是做投票了一个决定, 来香港更大, 表面上更活跃, 更多国际资金市场, 融资能力更高市场, 他不来, 他反而去了新加坡, 他觉得对公司的发展, 对融资什麽都好些, 这就正正告诉陈茂波听, 如果我们的主事官员, 既然那样整地之蛙, 只是挑一些好事, 只是好新闻才看, 坏新闻坏问题坏消息不去看, 这就是问题, 还 running觉得网字载薄了, 现在输的就如愚, 入十你也有份您临臣欣aci若两个人弄出香港输了。 输不是只是输一年, 只是输的五年, 现在输足25年了只是看股市表现。 如果您看股市我就要rilsroo股市了, 恒新指数跌1997年 六月三十日的水平,你有何好讲呢? 新加坡也跌到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的水平, 已无好讲,一句说话就见到水平低到 根本连一个司长或局长或常秘或政治助理水平都无, 你便走作为司长,结果你的思维如果是这样, 香港全港七百万人,全港经济陪着你坎通埋场, 现在特区政府本来在李家超开始执政时, 他答应香港市民会积极有违,会主动解决问题, 不会让问题烧到来,兜巴升来才解决, 我想李家超真的有这样的想法, 你看到他很多事上他都想是proactive些, 但他选的官员似乎不是, 现在只要看特别突出的杨用红, 杨红你看他握着几多锅,那锅全部在手上爆, 他抱着手楼弹不放,你只看MIRROR演唱会堕平这件事, 会搞多久,本来说几个礼拜,有甚麽复杂这件事, 为何搞到现在还未有调查报告公布呢, 又或说看运动,为何运动跌了一个又跌了一个, 跌了一个又跌了一个,杨红本身是其中一个表表者, 这些官员根本就无理会李家超, 是要求他们做到可能在意识上, 形态上的一个管理表现, 就是proactive些,主动些, 他不会,他不单止不proactive,不单止不主动, 还好似容易行少做少错,多做多错的原则, 尽量不要曝光,尽量不要将东西握在自己身上, 重量脱得者滚过,不是躺平是滚过,滚了几年就算数, 这一个就是最差的情况,如果你说除了杨红还有谁, 其实还有的,这个财政副司长,这个王伟伦, 你出来,第一个他想做情绪管理, 见到他的样子大家觉得有正面的,无负面, 所以所有负面的东西他躲不出来,不讲, 正面他出来公布,香港将会招揽披劳专家,在河专家, 他自己讲完都不懂笑,他讲了十几二十分钟的废话, 都无解释什么叫披劳专家,你死不死, 对着香港市民七百几万人,你自己都不知在河专家是什么, 跟着就在说,在读稿,这些就是香港政府都不知 找些官员出来时是怎样找的,不是找些差彩仔, 不是找些四十八找的人就可以了, 你真是找些有能力的人,驾驭到事的人, 真是有胆去做决策的人,张碧梁讲得对的, 如果香港政府继续畏首畏美, 你多几个杨用红,多几个王伟伦,真是混蛋了, 抢珠宝事件我反而,香港当然很多抢劫事件, 一定是经济情况,抢劫本身就是大家有些特别能力的setter 都忍不得猛,所以他都要找个方法去赚钱, 但亦反映另一件事,一独独特特打几间 这么有明星,明望,威望的金普, 而中间只是抢一条比翠玉石的颈链, 只是抢一条,厨枪都打烂了,入到去的手, 都不纳其他东西,只纳一条最难出货的颈链, 颈链大佬,二千万一条颈链, 你叫男人用不容易出货, 你够不够胆买个冊装来戴呢? 这个反而我觉得有人专门落面,故意落面, 我在老虎头上钉膝垃, 这个反而我会归纳和不断有人持刀袭击, 集体狗斗,追打追杀,南亚人士, 有很多参与黑社会仇杀活动那些有关, 反而见到警方可能在生日会方面的管理, 管理好似松懈了,以往很简单, 每一年香港特区政府警察都会做勒停掃月, 每一年都做,现在好似不用做, 每一年本来都做,不断勒停掃月, 掃月的目的就是禁住, 等黑社会在整个运作过程都会照顾, 看看法律是怎样, 就尽量不需要香港市民生活, 但现在你见到刚刚今早有一宗 拉到的士追打十几人, 那你因为甚麽事, 的士司机会无端白事被人拉到的士追打, 这个摆明不关的士事, 等于有人抢劫了一条值二千万的珠宝链, 这些摆明是件事有另一个gender, 老夫头尘丁室也好, 我们对于可能缺乏了勒停掃月那种决心, 然后令另一种势力不断去支掌, 而且觉得我掃缘不到市民, 我无砍市民, 我终于在尖沙座尼端砍人都可以, 这反而是问题, 整件事我想跟警察都有些关係, 香港三万几警察, 三万几警队里面三万几人, 当然有民职的人,秘书小者都有, 真是前线警察可能三万人, 三万警察究竟怎样维持治安, 当然现在一哥或各个分区都有 他自己独达策略, 另一方面看会否真的好像要点名, 全湾姓方济学校那样, 当然当日他怀疑学生无遵守国旗国歌法 或国安法无报警, 报警是原因就像他们那样讲, 即是因为学校门口 一张咪帽子被人施了, 他们就报警了, 你想一想, 你学校门口一张咪帽子施了 都被人报警, 警察有多少事要做, 你施了便连章上去, 施了一张咪帽子都要报警, 这会否都是对警力方面的消耗比较多呢, 如果我们多几间这样的学校, 多几间这样的副校长和校长, 动下都觉得我要执法, 我要做先生, 我都要, 我不是想着对着学生是循循善有的, 总之我是好像监狱那样管家学校的, 学校里面学生有些冲锋吹草动, 我立即报警拉他, 或者我立即罚他, 我好像胡英明那样, 强硬对付的, 你换粒朱古力也好, 我找特准部来镇压你, 那你死得了, 学校本身是教与学的地方, 本身要教要受教的学生就是 心智未成熟正在成长, 需要学生需要老师需要学校 群群善友去教导他们, 立法会有一个议员都讲, 学生你要令他们成长, 你要令他们知道承认或者认识自己犯的错, 他才会这样成长, 但如果一个校长, 那些这样的不知何是副校长, 其实如果我是教育博团, 我立即炒, 立即拉屎吉劳, 你喜欢去哪教哪教, 你喜欢去监狱管监狱也好, 你就不应该在学校里面, 如果作为一个校长副校长的心态就是, 我有些甚麽我报警, 我就不是一个教与学的地方, 我不是循循善友, 我不是给机会给学生, 我华知道你几个品牌兼一好, 你总之被我捉到, 你怀疑就是这个人犯法, 不管刑事法例好, 不管国安法好, 不管国旗法好, 不管国歌法好, 总之我学校给了Memo给你, 或者黏了Memo上长身, 你一个不去私下来, 我立即报警, 这些这样的学校, 当学校是监狱管理, 这些这样的人, 就直接是香港的契弟, 不吝点赞, 或者马轮的感谢 ‖ 辛苦了, 太好了,